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大家谁也听不进去 大家认为说你跟美国好吗 其实现在看来证明我们这位美国学者应该说还是 之所以他能够在北京在局测层里面有一定影响力 看来还是有道理 说明在北京还是有些人 大家脑袋还是很清醒的 所以这一次北京看得出来 北京的媒体对这件事情虽然是正面报道 但是远不如以前的乐观了 因为我两次 一次就是上一次川普访问北京的时候 在故宫夜谭之类的这些 都那一次是过于乐观 那不是一般的乐观 就觉得这事肯定不会有 那么后来还有一次就是谈的差不多 好像都已经谈成了这个刘鹤都过来这些 最后本来应该是认为也可以 所以一转时间也都觉得是没有问题 现在我觉得因为有两次这样的经历是有这个 那我觉得王基斯老师他所 他的这个一个好处 就是他为什么能达到这样 也不是说他能够多猜或者是怎么样 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多看看川普身边的人谈川普 那实际上是这样 如果你看看他的这个Levendosky他的这个书 还有像我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叫《川普经济学》这样的书 你看看他上面对川普的经济思想的这个描述的话 都是刚才说的那两句话 他并不是 他是一个商业人 他知道现代商业的这个运作 他所要反对的一些东西 像我刚才说的他并不反对贸易 他反对的是美国撒钱的贸易 他希望一种更公平的一种贸易 对美国来讲 比如他同意自由化 只是在自由化上面多加一个公平两次 实际上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个自由化 实际上是美国撒钱形成的这个制度 而现在他希望就是美国是一个参与者 大家共享 这样 那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从逻辑上来讲 可以理解 从长远来讲 你看整个这些就 特别是下半年以来 在欧洲 日本 就是大规模的同美国之间的进行谈判 开始了以后 很多国家对川普的这方面的这个反应也是这样 大家也意识到他可能他要的东西不是说 我不要给你们这些贸易了 他不是这样 他只需要把这些条款给重新改革 所以你看看大家现在对于WTO的这个所谓的改革 这些方面大家好像看上去都是比较有一个支持的态度 也就是说大家意识到美国 他不愿意承担这样一种公共产品的 让你大家都从我这占便宜 我就给大家帮个忙 就大家我是大哥 你尊敬我的大哥 你都从我这拿点好处 这个时代恐怕大家都觉得这是过去 其实像什么最后国待遇 这都是美国提供的一个 起码是贸易上的一个优惠产品 对 实际上就是说的确是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 包括中美或者是美国和任何一个国家关系中间 尤其冷战时间 为了这种美国的利益的扩张 美国做出了很多的在商业方面的一种算是公共产品吧 对 在评价这个方面 就是为什么双方评价上面就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就包括美国人为什么好像表面上看很多美国人觉得 现在目前的这种贸易战中国损失很大 那实际上这个还是要客观的去看待它 要全面的看待 这个全面的我想强调的就是 现在很多人看到的就是 比方说中国股市的这个损失 或者说中国贸易量的这个方面的损失 要知道中美之间 这个本来能够平衡的这个东西 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对 也就是说 如果要是有一个时间点为准 中国现在的状况比当初的确损失了一些东西 市场上小了 损失了一些 比较容易看出来 对美国来讲损失并不小 它只不过就是它原来 本来可以实现的一些好处利润 没有了 它的市场这些损失实际上是同样的 真正在决策 在考虑这些问题的人 他们不可能看不到这个 也就是说中国损失掉的是以前有的东西 而美国损失掉的是本来可以获得的 而没有获得的 或者未来可能获得的东西 对 而且不是可能 就是肯定能拿到的东西 你拿不到 所以我觉得时间越长 大家实际上中方的损失的确会越来越大 它可以算吗 但是美方也是一样 它也不可能说是 我算成好像我没有什么损失 不 你的损失是在于 你没有实现的那些好处 对 是一样的损失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次呢 你不能说是美国给中国放水 或者是中国 我觉得这种去说 谁让步了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太有意义 因为如果你全面的去看待 双方各有损失 表现各不一样 对吧 因为比方说股市 股市有的时候它能够反映 不太能够反映未来的 而且中国的股市从来不反映中国经济 中国原来经济超好的时候 也没有在股市上 对股市也没好点去 这个几年前的那种大跌 比这个还厉害的大跌 也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所要看到 就是说这个贸易 现在贸易战到现在为止 对中国的经济的冲击 客观来讲是有限的 对 对美国的冲击也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不打贸易战 恐怕对他们双方来讲 好处都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冲击有限 美国应当是看到 他虽然川普嘴上不承认 但是我觉得 比较好的中国问题的专家 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专家 应当是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除了股市的指标 其他的很多指标 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这些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 是整个这个事情 应当去看它的一个背景 而且美国现在 就像您讲的 其实美国打这场贸易战 是原本应该拿到利益 而没有能够拿到 其实就一点很显然 中国之所以摆了这么大一个厂子 搞了一个进口博览会 就是告诉你美国说 本来这个市场 中国市场份额 很大一部分是你可以拿到的 对 如果你跟我打贸易战 那我买谁的不是买 对 中国又不是说 现在中美贸易有一个搏论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 都认为说好像谁占谁的便宜 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跟他们 其实大家有一点很清楚 美国现在对中国一直在执行一个高科技产品禁运 对 换句话来说 美国能够卖给中国的所谓的高科技产品 那是全世界哪都可以买得到的 如果买不到 唯有美国 他就不会卖给你 对 这是因为这才是 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光看到美国科技先进 问题是美国科技先进 在正常贸易关系下中国是买不到的 中国是买不到的 更何况再打贸易战呢 就是你现在卡中国的结果就是 你现在能够中国能够需要从外购的东西 都可以通过其他人去买到 或者说自己能够开发出来 你现在这一次这一次的贸易又有点 而美国很有可能如果把这场贸易战打到最后 很有可能失去卖贸 美国失去中国这个市场 我特别注意到 我们的这个贸易顾问 这个皮特纳瓦尔讲过一句话 在两位元首会见之前不久 他说请华尔街不要干预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 就说明华尔街已经忍不住了 或者说美国的商界 美国的精英界 就是这些金融精英和商业精英们 已经不耐烦了 回去告诉总统 差不多行了 您认为华尔街还有美国商界这种压力 对我们总统来讲 虽然我们总统他似乎不太在意 但是毕竟你不是当他川普 你是美国总统 对实际上我觉得川普他是非常在意 这个至少是华尔街的这个反应 对啊 他在自己讲自己国内政界的意思的时候 他这个股市的表现 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应 没错 也就是说在股市稍微一跌的时候 他的反应也是很很大的 也就是他很在意这些东西 他认为这个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他并不 所以说不能说川普是一个反华尔街这样的一个人士 他并不反他 他自己花了很多的功夫 在引进包括他在就业这方面 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上面来讲 他也一贯是采取这个大中小的企业 都是能够兼用到的 特别是大的企业 他觉得大的企业的投资的潜力是更大 那中小企业更多是解决就业方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压力呢 他们不可能感觉不到 纳瓦罗他是以前也就是在这个向尔塔中 他现在呢他也仍然活在这个向尔塔中 所以呢他觉得外部的压力对他来讲是不好的 因为很显然其他的人就会拿出这些东西来 川普也在看这些东西 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事情并不是这样来做 那么我觉得这种压力是很正常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 川普要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 就现在目前的这种中美贸易战 是否是中美新冷战的起源和它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 如果这个我们认为美国没有一个 从根本上来遏制中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国策的话 那中美贸易战就并不好 如果有这个国策 它才是一个好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互相的这个双方都有收益 所以很多的这个焦点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很多所谓对华的这个鹰派人士 他们并不是在看这个 甚至都不是在谈中国的贸易规则 中国知识产权 他们的视角都是从这个长远的大国 大国竞争大国崛起 战略模仪上面 对对 那如果川普本人并没有把战略上面放到一个很大的 这个他一开始的时候 刚上任的时候 有在这个所谓印太战略方面 稍微表现出来对这个世界大格局的这样的一种兴趣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他实际上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 一个判断的我并不觉得他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他更像是他谈判手段的一个部分 在他的所谓的谈判的意识中间 一开始要价很高 然后一直对于你保持很大的这个压力 然后突然之间给你一定的好处让你觉得哇 这么好我赶快要 就是说你实际上从他的这个起点的地方 的确是往前进了几步 那么这些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去解释 反倒是更解释的通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 所以就像你讲的 有时候我跟国内的朋友们跟他们讲 我说美国这一场贸易对外的贸易战 不管对加拿大对手 并不是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仅仅是美国对外所有贸易战中的一部分 对所以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才是中美关系的目前看来的一个定位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